台風來襲 首當其衝的北海岸呢 今天一整天都是間歇性的風強雨大 還有交通號制被催落 至於在金山老街 幾乎是所有店家都停止營業的 有業者他是冒著風雨 來查看確定說防臺措施有沒有問題 而在濱海地區 因為風強浪大 海巡人員只能夠強化巡邏 來勸離一些觀浪的遊客 風強浪大 一波接著一波拍打上岸邊 原本是一片金黃色的沙灘 現在堆滿了大批廢棄物 北海岸知名的衝浪熱點中角灣 在今天海邊是拉起了封鎖線 禁止遊客進入到沙灘區 不過在風雨中仍然有人冒險 在海邊活動 颱風來襲 首當其衝的北海岸一整天時情時雨 伴隨強震風 冰海長浪一陣又一陣 擔心有民眾接近海邊危險 海巡人員一早就出動巡邏勸離 因應颱風警報發布 北海岸沿岸各沙灘入口處 都拉起封鎖告示牌 冰海的店家只剩下少數還有營業 熱門景點金山老街也是一片空蕩蕩 有店家大的帆布棚被吹垮 商店招牌也被強風吹得不停晃動 這次颱風帶來的強震風讓業者很擔心 即使沒開店也跑回店裡加固防台措施 我們會用一些磚頭去壓在一些玻璃的帆布 然後外面一些比較大的招牌 可能我們就會請廠商把它捲起來啊 然後就是看一下壓克力那些有沒有掉下來 或者是比較脫損 濱海公路上 則有紅綠燈被強震風吹掉耗製 隨著大風飛舞 只是在間歇風雨當中 仍有人聚集在路邊涼亭 觀賞大浪 海巡隊員提醒 根據氣象資料 基隆北海岸一直到週五 都可能還會有十到十一級強震風 民眾要注意自身安全 避免前往海邊活動 記者學家庭之間 SNG小組新北市報導